我在讲的F-35 F-35已经很先进了 很先进 还可以再更先进了 其实美国的军火公司 它的做法不是说 我做出一个很棒的飞机 我就开始不断的卖 不断的赚钱 它会不断的翻新更新 F-16已经到BEC-27了 我们现在F-16V是BEC-27 这个是BEC-4 第四次改 它每次改革一次 它改一个代号 那这一次到了第四代以后 它直接把它的名字改成TR-3 对 因为第一版本是原始 TR-1 TR-2 TR-3 其实就是BEC-4 就第四的改革 它的增加它的状况 就是其实 把它的一些所谓 不足的部分做改良 例如说它的载弹量不足 那我把我的 所有的飞弹改成轻型 但是破坏力强 第二个 我的电子侦测雷达 可以看得更远 最厉害的一点 你说F-35被人家诟病 就是说我的载弹量不足 没有办法像F-15EX一样 可以载得跟轰炸机一样多 它没有办法 因为它逆中 对 它呈藏在肚子里 对 所以它的新的方式 就是说A导B打 我必用自己去打 我带那么多干什么 我精准导引 我精准侦测 找到之后F-15打 对 所以它就是用这种方式 让它有一种所谓的 先进的电子转能力 你看它关键是什么 拥有更强大的数据整合 跨载台作业互通信 就是你讲的A导B打 对 我可以看得更远 我可以侦测得更精准 穿透对方的防空 进到对方去标定敌人 标定你 让后面的F-15 F-16来打它就好了 一个三角阐述的概念 对 我看到你传给它 由它来打 我自己不用打 那我本身自己因为逆中 所以我可以进阶的侦测到你 你看不到我 对 可是我的友军在很远 它看到了 给它目标 它打 它的载弹量够强 它的火力够大 它的精准远距离接弹的炮弹 飞弹够精准 所以我不用自己打 这就是整个BAC-4 TR-3最新的一个做法 可是就到此为止吗 没有 还要加强 是 加强什么 未来还会成为BAC-5 它一直在加强 不停地在滚进 在调整 否则 为什么大家卖给了日本 卖给了南韩 卖给其他 就是一样 因为我永远永远最新最好 美国也才滚动式改变 第一个美国退降说 要把攻打中国列为美军的选项 这才能有效合作 另外一个F-35有新版的 我以为它已经很先进了 没想到还能更先进 我先讲 为什么美国的退降一直在讲说 你不可以说我没有要打中国 我没有把中国列为我的假想敌 这没有用 你虽然说我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 不是 你要把它列为首要的威胁 他才会被恐惧 否则中国一天到晚跟美国叫嚣 叫嚣了半天之后 你美国居然不敢对中国 实施直接的反制 所以必须要把它列入 这是很大的 美国退役总将空军前副参谋 很大 他说美国应该持续将 攻打中国本土 列为可能的军事选项 这样才能有效嚇阻中国 使其不敢对台湾动 因为如果你连假想敌都没有列入 你的假想敌现在还是俄罗斯 还是苏联 那你怎么搞 因为在乌克兰战争发生之前 美国所有假想敌俄罗斯 他们认为俄罗斯是唯一可以威胁到 美国本土安全的一个势力 一个军事势力 现在加上中国 为什么俄罗斯打残打爆打趴了 俄罗斯靠乌克兰就够了 对 所以现在该中国 中国你不断地提升你的战力 说我现在已经变成现代化 我强人建军 强人的一个国防 我要开始维护区域的霸权 美国开始把你列入 攻打中国 可是目前来讲 只是军中的讨论 还没有列入美国的军事国家政策 没有 可是如果当它列入了以后 中国的威胁就来了 就是我美国不是只把台湾 当成我一个前哨 台湾是我的盟友 台湾不是我的棋子 因为我的国家军事战略 已经直接告诉你 你威胁到我美国了 那亚洲北约就要成型了 那不一样了 那完全不一样了 那些说台湾是棋子 台湾是马前竹 台湾是看门狗 全部取消 为什么 因为美国如果将中国列为他的假想敌 整个政策改变 我们变战略伙伴 我们变战略伙伴 我们变成他所有战略前缘的最好的伙伴 那就跟马前竹不一样 那我再讲到F-35 F-35已经很先进了 很先进 还可以再更先进了 其实美国的军火公司 他的做法不是说 我做出一个很棒的飞机 我就开始不断的卖 不断的赚钱 他会不断的翻新更新 F-16已经到back 27了 我们现在F-16V是27 这个是back 4 第四次改了 第四次改革 他每次改革一次 他改一个代号 那这一次到了第四代以后 他直接把他的名字改成TR-3 对 因为第一版本是原始 TR-1 TR-2 TR-3 其实就是back 4 就第四的改革 他的增加他的状况 就是其实 把他的一些所谓不足的部分做改良 例如说他的载弹量不足 那我把我的所有的飞弹 改成轻型但是破坏力强 第二个 我的电子侦测雷达 可以看得更远 最厉害的一点 你说F-35被人家诟病 就是说我的载弹量不足 没有办法像F-15EX一样 可以载的跟轰炸机一样多 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逆中 对 他层藏在肚子里 对 所以他的新的方式就是说 A导B打 对 我必用自己去打 我带那么多干什么 我精准导引 我精准侦测 找到之后 F-15打 对 对 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 让他有一种所谓的先进的电子转能力 你看他关键是什么 拥有更强大的数据整合 跨载台作业互通信 就是你讲的A导B打 对 我可以看得更远 我可以侦测得更精准 他可以穿透对方的防空 进到对方 去标定敌人 标定你 让后面的F-15 F-15来打他就好了 一个三角禅数的概念 我看到你传给他 由他来打 我自己不用打 那我本身自己因为逆中 所以我可以进阶的侦测到你 你看不到我 可是我的友军在很远 他看到了 给他目标 他打 他的载弹量够强 他的火力够大 他的精准远距离接战的炮弹 飞弹够精准 所以我不用自己打 这就是整个BAC-4 TR-3最新的一个做法 可是就到此为止吗 没有 还要加强 是 加强什么 未来还会成为BAC-5 他一直在加强 不停的在滚进 在调整 否则 为什么大家卖给了日本 卖给了南韩 卖给其他 就是一样 因为我永远永远最新最好